會突然就是過來我家 然後就用力的轉了 幾家門桌就越過去 越說越生氣 因為隔壁住的蔡小姐 聲稱考博士班 但一年多來卻整天大放佛金 讓鄰居受不了 不只佛月24小時non-stop 三更半夜還會 很用力的拍打牆壁 然後很用力的去轉你的門桌 敲的就是讓你半夜 會突然驚醒 然後就是你沒有辦法睡得很安穩 甚至說小孩回到這邊的時候 他也就依然顧我身心俱疲這樣 家裡有剛出生三個月的小男嬰 經常被凸起來的聲響 笑到驚醒大哭 而且社區監視器影像多次拍到 這位鄰居蔡小姐來敲門騷擾 張先生打電話報警 被控訴的女住戶就是不開門 就連租約到了 房東來要房子 女人一定會幫你走 我不想忍耐你這種人 你聽到懂嗎 我會知道 如果她不願意的話 那你們這樣講一講 到最後還是去臨時 太難提告了 因為她畢竟她不得去出約了 一竿子人全罵透透 女子還到處放黑函 造謠鄰居家有逃逸外勞 扮紅趴或是艾滋病患者 被騷擾的鄰居受不了 搜證提告 一年多了 再也無法忍受 要是鄰居再不搬走 他們一家三口只能無奈 打包走人 記者陳嘉明受想 新闻報道